那我今天要提案的是憲民廚房 那這其實兩個月前曾經提案過 那這是一個比較大的計畫 基本上就是跟憲法有關的一些行動 那這兩個月來其實又產生了一些不同的子計畫 比如說上一次的時候有憲法計畫CCP的翻譯 那這邊有一些進展 然後憲法師傅以擺交這個部分 其實內容的部分題目大概已經有好幾十分 那內容也有很多老師和法學生在幫忙 那後面比較有趣的是有三個新的東西 兩個新法就是憲法遊戲裡面 有一個是憲品傳奇 那另外是自己的選區自己畫 上次那個Rony網友利用他之前整理過的資料 幫忙匯出一些資料來 那大家都可以點進去看 那最後面是那個上次宇昌 兩分鐘想出來的一個厲害的提案 就是大家可能現在討論內閣制總統制 或是辦什麼 那個 辦雙手掌制 這些 或是全雙手掌制這些制度 那你可能搞不太清楚 那你也不太知道 那我的價值觀裡面到底是適合哪一種制度 那我們希望能利用類似心理測驗的方式 就是已經有很多進展 就請大家自己進去看一下 謝謝